一张张美丽的画作 如果不进一步了解 还真的不知道是一位学画画财 一年多的女子作品 19岁那一年 嫁到台东 对一位当时年级19岁的秀美来说 是一种对婚姻的憧憬 然而在短短的9年 生下第三个孩子之后 她和从事建筑的另一半因故而离婚 之后另一半往生 她一人独立抚养三个孩子 二十多年 一路走来走得不错 非常辛苦 一张全家人的画作 是她最心仪的作品 也道出她的心路历程 因为从小 他们从 两个还没有读小学 一个读小学 然后这样子长大 一直到现在 如果我现在要把他们 这样子三个 用这么大只的手抱出来 其实真的已经抱不住了 所以 可是那时候他们还小 是可以抱得住 所以我觉得孩子的成长 真的是很重要 秀美表示 她为了抚养三个孩子 自己的学历又不高 找工作不容易 她曾经坐过吊卡车司机 也卖过冰榔 也听信朋友做投资 却让她背负了200万的债务 但她不像命运低头 认真工作 孩子出生了 一定要让他们接受好的教育 如今孩子都已长大 也有稳定的工作 让她感到很欣慰 也较轻松一些 一年前金女友的介绍 学画画 没想到对水彩画 产生很大的兴趣 首次参加美展 就获得第三名 让她非常高兴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是看到画质 我就头痛着忍 农工退休的教官 江美慧老师 他就很有耐性地 教我怎么样的画画 但是我是不乖的学生 当我一直在 一直要照他的方法 去画图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种 跳脱的观念 她的画作很抽象 也展现一位 坚强的母亲性格 在孩子眼中 妈妈是一位 开朗的排班族女性 从小就很重视 她们的教育 她常告诉她们 再怎么穷 也不能穷教育 从小到大 有很多的困难 然后妈妈还是 想办法去克服 而且即使生活很穷困 妈妈还是很坚持 就是可以穷 穷生活 但是不能穷教育 秀美的孩子都很争气 大女儿在公家机关服务 二女儿在私立学校教书 老妖在台南开通讯航 孩子有稳定的工作 秀美不再有后顾之忧 现在画画成为秀美 消磨时间的方式 这次台东美展获得第三名 是她一生当中最特别的奖 她即将接受文化处的表扬 记者付露凯特夫院台东采访报道 那都不算访问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